两岸关系低迷诡诀 北京人大动作举行两岸青年峰会 宣传民间交流不会停 但澎湖遇传遭大陆海警登检扣押 对立情绪激深 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也在此表态 我个人认为这是从金门事件 就是金门发生了不幸的撞传事件以来 一连串的这个像滚雪球一样 这样发生的这种一连串的事件 那我个人还是强调 任何具有敌意的作为 其实都不是一件好事情 将事件归因于今年二月 惊吓渔船翻覆事件的延伸 连胜文还认为台湾将陆港澳旅游警示 三级跳调升为橙色 是表达敌意没有必要 有参加活动的学生就直言 敏感时机要避免触碰敏感话题 个人没有那么关心政治的话 在这边过生活其实没有差很多的 就是会觉得这边过得很舒服 没有必要说特别过分关心政治 还有学生被问起这件事 发言小心翼翼 我看到之后就觉得 就照顾好自己就好 两岸青年峰会是北京常态交流活动 传出在台湾发布橙色警示后 由部分民众临时喊咖取消行程 但也有在北京往返多年的台湾人认为 没有亲身经历 怎么下定论 可以问问你身边朋友来过的亲身经验 我相信亲身经验会比从媒体上或是从政府发布的公告当中 会更值得你信任 但即便体育或文化交流都难以脱离政治 往年交流最热络的七八月 今年彼此红线画得更多 更得小心分寸 两岸间相互出招 你来我往 但是双方的对抗程度还在持续进行 北京将突破的破口放在民间交流 但恐怕还是无法解决实质问题 以上是东森新闻记者杨艾萍还原 在北京的采访报道